今天要分享 当你觉得特别孤独的时候 来自 怀佐 我爷爷年轻时当过兵 老来整天在村里闲逛 手提一个带茶子的保温杯 走到哪里 老里头的招呼声 此起彼伏 太小的时候 我真以为他的名字就是老里头 直到后来看到他的身份证 上面的名字是李同为 哦 原来他的大名是李同为 老里头只是一个称呼 并不是什么真名 有趣的是 偶尔他带我玩时 别人会笑着 调侃我为 小里头 小里头 快捏下你爷爷的鼻子 你越使劲 捏你爷爷越给你买好吃的 别说 我真会捏 在什么都不懂的年纪里 别人说什么 我大概率 就会去照着做 动手捏鼻子的 另外一个动力 还有我爷爷的笑 我一捏 他就会笑 仿佛我打开了一个开关 而且是让他开心的那个 他对我很好 我为了让他开心 所以经常用力捏他的鼻子 晚上睡觉时 他通常会给我讲故事 讲多了以后 我变成了一个爱听故事的人 其实 他的故事就那么几个 什么村里 有四棵大树 拼合起来 就是一条龙 什么女娲捕天的时候 掉下来一块石头 就变成了我们村等等 翻来覆去 给我讲了无数遍 在我四五岁时 我奶奶去世 葬礼我已经记不清了 只依稀记得来来往往的人很多 我在一个屋檐下 吃了一个很甜的果冻 天好像还下着雨 但果冻真得很甜 打我上小学以后 因为家里开小麦布 我就和爷爷生活在一起 每天早上 他会给我煮一包方便面 切葱下鸡蛋 有时候还切进去一根火腿肠 这个配置的方便面 在九十年代的农村 绝对是皇冠级别 除此之外 他煮方便面 还有一个不一样的操作 倒老抽 通常他会先把方便面料 包到浸碗里 然后倒老陈醋和老抽 等面煮好后 捞面浸碗 倒汤水 用筷子搅几下 一碗黑乎乎的皇冠级 方便面宣告完成 真的 我认真问过他 为什么汤是黑的 他也非常认真地告诉我 汤越黑 营养越多 吃的时候 一定要把汤全部喝完 一滴不剩 才是好孩子 我听进去了 每次都把所有的汤喝完 气势 如鸡吞牛饮 二十多年后 有次女朋友饿了 让我帮他煮包方便面 我自信满满 买面 鸡蛋 火腿 老抽 陈醋 并告诉他 你就等着 我煮的方便面你 绝对没吃过 保证让你忘不了 他确实没吃过 而且现在还记得 但那天下午 我们整整炒了三个小时 那根本不是面对问题 而是认知与习惯的碰撞 是手艺和口味的争锋 当他一声声怒吼 你是不是有病 方便面里为什么要加老抽食 我感觉到了深深的孤独 是那种手艺不被人理解的孤独 也是二十年手艺 无法继续传承的哀叹 记得我爷爷的晚年 他好像过得并不开心 曾经认识的老伙计 逐次凋零 现在想来 他一定是非常难受的 那些年村里经常想起锁纳生 我们小孩忙着去吃席 数数几个菜 再看看有没有硬菜 他什么感受 那时候的我 根本不知道 也没有去问的意识 后来他爱上了打麻将 水平不怎么样 但坚持天天打 每月发的退休金 除了吃喝 其他的 全输在了麻将桌上 我不理解 还说过他几回 有次他很生气 直接骂了我 你好好学习就行 别管我 那次我哭了 因为他很少对我发火 于是我摔门离去 走之前 还吼了他几句 到现在我才懂 老年的孤独 如山巅枯草 往下望去 郁郁葱葱 回首看时 只剩下自己残败的身躯 能聊天的人 挨个离开 和小辈再没什么话可说 心中的想法无人知道 想做一下找点存在感吧 孤独 如无边大海 不被理解的老人 如海中央的溺水者 呼喊 连回音都没有 我喜欢 小王子 读了一遍 又一遍 里面有爱与孤独 小王子的星球 只有一座房子那么大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他唯一的消遣 就是默默欣赏日落 他说 有一天我看了 44次日落 你知道吗 人在难过的时候 就会爱上日落 其实他爱上的 又何止日落 听说 绵羊会吃矮小的灌木 他问 那么他也吃花朵吗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他继续追问 连有刺的花也吃吗 后来我才知道 反复提到 就是关心 一次次追问的背后 是心中最深处的隐藏 小王子的心里 有一朵带刺的玫瑰 即便离开了自己的星球 他依然牵挂那朵玫瑰 如果有人爱上一朵花 天上的星星有一万颗 而这朵花植长在其中一颗上 这足以让他在仰望夜空时 感到很快乐 他会告诉自己 在星空的某处 有我的花 可流落到地球之前 他并不明白花的心思 把撒娇当作作 把想念当难猜测 玫瑰许多随口的话 让当时的小王子 很不开心 也就是后来他才知道 重要的是看他的行动 而不只是听他的言语 看不懂时 随便一句话 就让他大惊小怪 看懂之后 才发现 每一句无心之谈 其实都是在乎 玫瑰精心打扮后 在小王子面前 装作漫不经心 哎呀 我刚起床 不好意思 我还没洗漱 被小王子问到身上的四根刺石 玫瑰说 老虎要来 就让他来 我可不怕他的力找 但我怕疯 你能不能帮我找个挡风吧 小王子 当时只觉得花傻 后来才知道 花只是想和他多一些交集而已 心事全藏在拐弯抹角背后 历经千番后的小王子 才看懂了当初的天真与深情 开头的时候 总是那样 突然而至 猝不及防 结束的时候 也总是那样 天各一方 不再打扰 有些人就是晚熟 没办法 那就是命运 遇到狐狸之后 小王子才真正理解爱的意义 他遇到了很多玫瑰 才知道 当初 他星球上那朵玫瑰的好 他为它浇过水 盖过玻璃罩 挡过风 消灭过毛毛虫 倾听过他的抱怨和吹嘘 也倾听过他的沉默 正是你为你的玫瑰付出的时间 使得你的玫瑰是如此的重要 其实 被驯化的不只有玫瑰 还有让小王子懂得了 爱的意义的狐狸 狐狸也需要被负责 但它没有说出口 或者这就是更成熟的爱 我没有痛苦 因为我得到了小麦的颜色 孤独是人生的必修课 每个人都得面对 爱是人生的选修课 能不能上好 全看无形 小王子最后懂得了爱的真正意义 但他眷恋的星球与玫瑰 却再也回不去了 些许无奈 但这就是人生 最近我在仲看 百年孤独 以前只能看得大概 不理解人性深处 这段时间 我逐渐看明白了 个体的孤独 让我觉得触目惊心 家族开创者老布 他有着杰出的创造力 和探索精神 每次看到新东西 他都会用极大的热情 去研究一番 当时的他 是唯一看清 这个世界现状的人 世界上 正在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 咱们旁边 就在河流对岸 也有许多各式各样 神奇的机器 可咱们 仍在这儿像蠢驴一样 过日子 可他的执着 与追求 不被当时的人理解 人们都觉得他疯了 导致他只能孤独地 活在一个人的世界里 埋没了抱负和才华 最后人们 把他绑在了树底下 老布孤独死去 不被理解 默默离开 老布的妻子 乌尔苏拉 善良 热情 积极 能力强 他一辈子操持家庭 凡是经他手的事情 他都能安排得井井有条 他看起来并不孤独 实际上他用忙碌掩盖了孤独 年轻时 他不懂家人的种种做法 虽然关心 但很多时候 会用较为粗暴的方法 去对待 年老他穿破了时间的迷雾 看明白了家族中的每一个人 但那时已没有人理解他 曾经的女强人 就那样被遗弃在了黑暗里 乌尔苏拉的葬礼 没有多少人参加 因为认识他的人 早已经死去 作为马孔多的开创者之一 已经成了一个局外人 他一辈子很忙 他也爱着家里的很多人 但他的付出 在子孙看来 苍白又无力 有一个细节 我觉得很悲哀 晚年的乌尔苏拉 被孩子们当成玩具 在家里随意拖来甩去 老布和乌尔苏拉的二儿子 奥雷里亚诺 年轻时 揭竿而起 发动革命 他一生发动了 32场武装起义 遭遇了14次暗杀 73次埋伏 和一次枪决 但皆免于难 他一生闹革命 站在权力之巅 可高处不胜寒 在刀光剑影中 迷失曾经的自己 老来 只能靠打小鲸鱼去疗愈 已经死去的心灵 就那么高大的人 他的死也很突然 小便时 一头砸到了树上 就此离世 什么金戈铁马 什么纸醉金迷 到后来 都是一泡黄土 奥雷里亚诺的妹妹 阿玛兰达 一生爱而不得 在渴望与恐惧中 孤独老去 他的哥哥和赛 年少时 因不被李姐尔 离家出走 归来之后 因为与利贝卡的婚姻 被妈妈赶出了家门 独 百年孤独 会感觉世人皆苦 孤独谁都逃不过 确实是一门人生必修课 马尔克斯也真是有才华 他不是在写一个个符号 而是写明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写清楚了他们的爱恨情仇 还有别样的孤独 说实话 这本书让我想到了很多东西 具体是什么 不太好说 也许是更深一层的洞察 也许是对细腻的观察 我记住了被绑在树下的老布 晚年失明的乌尔苏拉 默默打小金鱼的上校 此前给自己缝制兽医的阿玛兰达 被枪决前的阿尔卡蒂奥 为女儿酬学费的奥雷里亚诺第二 逃过大屠杀的核色阿尔卡蒂奥第二 研究羊皮卷的奥雷里亚诺 特殊的孤独中 有普遍的孤独 后继 我个人体会过的最真切的孤独 是在喧闹的人群中 在应付式的哈哈大笑中 那颗倍感疲惫的心 以前我总想逃避 现在才真正明白 更好的方式 是以平常心去接纳孤独 并且与孤独前行 极端的方式 也许会带来更多遗憾 平常对待 反而会让我更加强大 那天 我也看了44次日落 再后来 再也不惧孤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